捷運車站跟捷運隧道呢 不是肉咖 它很強壯 捷運局長一派輕鬆 請就說明遠雄大巨蛋地下施工 確實危急捷運板南線 這個數字是給我們一個警訊 就像感冒流鼻水一樣 大巨人工程讓捷運局打個噴嚏 工程人員特地到地底下隧道 丈量軌道寬度 近距離發現 隧道內有大片不明水渍 臂體肩更出現幾乎可以塞進牙籤的裂縫 其實從1月起就陸續偵測到11個監測值 結果不正常 到底現在搭捷運安不安全 安全 到底打好以後就穩定了 那到底沒搭好以前 我是建議說絕對不能停工 它有它的威脅器 新區段行車安全捷運局掛保證 但就怕持續惡化 像是裝上動路靠近異線路段影響最嚴重 由於大區段逆打法工程 擠壓到分隔捷運隧道與大區段工地的連續壁 已經造成9.7公分扭曲位移 萬一發生大地震 或是說連續壁破洞 然後造成整個巨蛋壁底的噴拉 車站跟隧道也又跟得下去了 幾乎南下的大巨蛋捷運局強調 不然停工有讓本南縣倒塌的危險 只能要求遠雄採取分區開挖並趕工 才在5月底前完成大抵施柱 才能確保台北市民的安全 記者程序域 陳入文 NS小台北 採訪報導 不營造 的 谢谢大家